你怎麼去抓一隻小牆 小牆倒的把它處理掉 就拿這一個 把它反過來 慢慢噴 慢慢噴 慢慢靠近 慢慢靠近 零下50度 小牆就解凍 除了不然其實很簡單 它就是一個壓縮的氣體 好 跟它一樣 搖也有聲音對不對 你不相信的話 我剛剛就直接噴出來好了 剛剛講過這個呢 它是液體 對不對 搖也 上面是氣體嘛 我把它倒過來用對不對 好 倒過來用 倒過來用 液體直接噴出來 好了 所以生活中有很多東西 你需要用一些知識 去製造一些東西出來 好不好 那你自己看 好 不要抬頭 這樣就夠了 好不好 來 我做冰塊給你看 把它倒過來 這不是冰塊嗎 看到沒有 這不是冰塊嗎 看到嗎 冰塊 冰塊 你怎麼去抓一隻小牆 打一隻小牆 讓它又不會用拖鞋打 又打到爛掉 又不會傳染病 又非常非常的這個人道 小牆道的把它處理掉 你就拿這一個 把它反過來 慢慢噴 慢慢噴 慢慢靠近 慢慢靠近 零下50度 小牆就解凍 你就拿到外面去 對不對 你要把它捏碎也可以 懂意思嗎 你要把它放掉解凍 讓它自己跑掉也可以 小牆很強的 老師認證小牆很強 這是一個非常非常薄的一個塑膠袋 可以看到慢慢挑起來了 好來 準備放天燈了 欸 燈可以關掉 我們的有點fue 因為我們要點火 OK 記得要許願哦 有一個人要許願哦 你不許願我給你當掉 我這個做天燈呢 我可以放到30公尺 不必計算 因為我只有30公尺長 你不許願我給你當掉 來 幫忙稍微整一下 可以看到慢慢挑起來了 好來 準備放天燈了 欸 燈可以關掉 我們的有點fue 因為我們要點火 OK 記得要許願哦 有一個人要許願哦 你不許願我給你當掉 嗚嗚 嗚嗚 OK 好來 給我 來 所以說你可以手碰 讓它大一點 它就上去了 我這個做天燈呢 我可以 放到30公尺 不必計算 因為我只有30公尺長 你要下來 你看 下來 你要上去 可以上去 這個瓦斯天燈 雖然安全吧 好 你不做吧 OK 好 好